那我是慧文 那在我左手邊呢 這個是我們的艾莉 她可以跟我們大家掌聲招呼嗎 大家好 こんにちは 我是Beliz Girl 艾莉 那艾莉的本名叫做林慧李香 那她是從日本來的 是不是非常可愛呢 大家看到她就覺得融化了 我真的覺得她非常可愛 而且她一個人來到日本 來到台灣發展 我覺得非常的勇敢 那其實呢 我覺得在台灣非常的幸福 因為光是情人節呢 一年就有三個 然後2月14號的西洋情人節 還有今天我們的白色情人節 那另外就是我們七夕的情人節 我覺得情人節多 當然是非常好的 因為這樣子可以促進 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 因為男生跟女生 可能情人節會送禮物啊 吃個飯啊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 讓大家都很甜蜜 那我想問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白色情人節有油嗎 好像沒人知道 那我在這邊講一下好了 白色情人節呢 其實就是2月14號的時候 女生會做巧克力 或是送禮物給我們心儀的男生 這樣子 那隔了一個月之後呢 我們男生就會想說 啊 考慮了一個月要不要答應他呢 答應的時候呢 就在今天3月14號的時候 將禮物送給女生這樣 心儀的女生 那如果是沒有喜歡的女生 但是還是會送個回禮小禮物給他 就是說 不好意思 那 那如果非常喜歡呢 就是會在那一天 就是也向女生告白這樣 那就是白色情人節有奶 那其實呢 更早以前 在1977年的時候 日本福岡是有個糖果店 有個糖果店 他為了促銷我們 他們的糖果嘛 所以就是 跟大家講說 可以送個回禮 因為你也知道 日本人就是最注重的就是禮貌 那 他們那時候為了促銷糖果 所以就想說 嗯 這樣子的話 也可以 那他們店的生意更繁榮 那後來呢 就到了1980年的時候 因為糖果是用白色的砂糖所製的 然後所以就後來改成為白色情人節 嗯 所以由來是這樣的 那我想問一下 愛莉平常之前在日本 是不是在待在日本 對 那我想問一下 你在日本的時候 都怎麼過白色情人節 那跟我們講一下 白色情人節 嗯 白色情人節 情人節 有時候 我送給爸爸 我自己做的 巧克力 然後 白色情人節的時候 我 的爸爸 送給我 跟媽媽 禮物 對 那想問一下 愛莉有沒有在情人節的時候 做過巧克力給男生呢 大家都比較想知道這一點 就是在情人節2月14號 不是女生送給男生 對不對 那那你是做什麼樣的巧克力 比如說像什麼樣的形狀啊 愛心的 愛心的 做愛心的 然後 那男生有接受嗎 因為男生平常不會吃甜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男生會覺得吃甜 好我懂了 愛莉的意思就是說呢 那時候2月14號 因為可能那男生很帥 他會收到很多很多 就是欣盈的女生的巧克力 可能吃完的時候 吃了太多巧克力 因為平常比較沒在吃巧克力 吃完的時候呢 就是肚子痛 鬧肚子就 跑去廁所 就是比較可惜一點啦 就是把那麼珍貴的心意都 流到馬桶裡去了 但是 看那個男生 一定覺得開心